前两天在视频里我提到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自己买电脑散件 自己DIY 这个价格贵 但是从某些平台买整机 同样的配置价格要便宜 有很多评论质疑我这条观点 今天是6月15号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 我认为不错的一个主播 他在卖整机 看了一下他的配置 同时我又看了一下 某东或者某宝的价格 对应的散件的价格 做一个对比供各位参考 他这套整机是为游戏而生的 12400F 微星的B660爆破弹 还有七彩虹的306012G 现在某宝12400F散件的价格是 1010也就是1000块钱 昨晚我看了一下 这块主板的活动价是700块钱 主板和显卡都是某东的活动价 显卡是3000块钱 它的硬盘是西数的SN570 某东的活动价400 内存用的是雨沾的黑豹马加8G3200乘2两条 价格也是400块钱 以上这几个大件如果从某东和某宝购买的话 已经到达了5500 但是昨晚他那个整机直播是5199 也就是5200块钱 另外他那个机箱是鲜码的 我看了一下是100块钱 电源好像是249 散热也就是几十块钱 这几个加在一起是400块钱 那如果自己买自己装的话 价格应该是5900 那他那个只要5200 从这点来看 整机的价格 同样配置是比自己购买散件 自己DIY要便宜的 而且便宜不少 视频的最后 我总结一下 这里面最大的敏感点 那就是这块显卡 七彩虹的3660 12G OC 我估计有很多人会怀疑 整机用的是矿卡 那你会不会怀疑 某东卖的全新的也是矿卡呢 现在三零系默认矿 如果想买 也没办法 不太好想 第二个敏感的话题呢 那就是 这个整机靠不靠谱 因为某宝 小破绽 某音 都有很多主播在卖整机 我关注的这个主播 我选择相信 它是没问题的 也不代表 其他的主播都有问题 这个见证见智 另外买整机 哪怕从某东 买散件 即便是自营店 都有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特别便宜 价格特离谱 就不推荐考虑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给各位一些参考吧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